一件十字調查發現說 高雄市長擔究的市政兵壁是五成吉 在市政的分手和進步分手兩項都是全國第一 不過高雄市政府的基礎卻也是全國第一 每一個人平均負責是九百五千塊 但又發現說這個基礎也都在發明許可的範圍之內 而且只是用來提升市民的生活品質 不可以因為經費不夠就沒有做建設 全國三黨在原件雜誌的評比裡面 高雄市長擔究案兩項目 一路提升到五項目 今年在市政分手和進步分手這兩項都是全國上官 但又說感謝人民的信任和支持 我們的壓力更大 我們必須更戰爭 精進 更努力 不過在同一個調查裡面也發現 高雄市政府的政府也加官 每一位市民平均負責下來是全國第一 高達九萬五千塊 平台二名的台北市 總共三萬塊 但又認為電腦的收入不足 不過也是需要建設 集合負責 我會覺得我們高雄市有很多的企業 都在這裡放多少錢 繳稅都不在高雄市 大概今天我們就兩百六十億左右 那另外我們大概九十三年到現在 光是那個污水下水到從原來百分之五接管理 到現在百分之五十六 大概我們投資了這樣一百多億 所以種種的建設大概都是必須要錢 公共市政府的政府累積大概一千五百億 雖然一切合法 不過年代大高雄又要合併 在前卻是一個大問題 這年代的財務看口 除了願望當日理歡迎 新疑的財政收支援分化 用提借錢的最寒來解決議官 公共要來最小的算法 只能讓每一戶人都營利重要的地方 在記者的中文大衡君更有報導